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我今天這條影片是跟妝片同一天拍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現在面上這個妝的話 就可以看回妝片了 應該都是這幾天出的 看看我哪條剪得快一點 今天就說6月最愛 其實6月就沒有化妝品的最愛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周邊的東西 但也有護膚品,由護膚品開始 這支是toner 這支toner是我去年9月在台灣買的 其實是在臨上機前去屈神市走圈 然後看到牛耳老師推出的品牌 如果你小時候有看過我最大的女人 就應該知道誰是牛耳老師 因為夏天我自己很喜歡早上做sabu 所以一個月之內我就火速用完了 其實我覺得又未去到超級毛 但好用這個地步 但斷斷續續我用都沒有很想開其他toner去做sabu 我覺得它也可以列入為我6月最愛的 這支toner第一個缺點 就是它味道是很強勁的 真的敷在臉上敷三分鐘 你三分鐘都會有那種香到弓鼻的感覺 我自己深敷的化妝棉 永遠都是無印的 這一種pulable cotton 它這一款的化妝棉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撕開為四塊 而且它可以這樣拉到很闊 你看到可以整塊臉都敷到 我自己就很喜歡的 如果你說它的功效 保濕能力我覺得是不錯的 它不會是黏黏黏的那種保濕 不會令到你之後上妝會出拆膠碎 或者會很容易溶妝 不會的它是清爽的 但是它另一個效果就是美白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很黑很黑的人 第一次敷的時候已經很有感覺 在臉上亮白了 第二樣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不是一些產品來的 就是我其實在過去這兩三個月 都開始做少少一半的基段食 是不是叫基段食呢 總之就是晚上如果那一天我沒有化妝的話 晚上洗完眠之後 就不會用任何護膚品直接睡覺 那一開始我也覺得 哎糟了 這樣皮膚會不會越來越粗糙 會不會有很多紋路 或者毛孔越來越粗糙 原來也沒有 當我開始了大約兩個星期 甚至一個月之後 你會發現皮膚在晚上會得到全面的休息 以及可以自己慢慢地調節 分適當的水份油份出來 反而令到我的皮膚 由沙漠肌變回一個普通的乾肌 現在我的皮膚是沒有那麼乾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如果大家都想我分享更加多關於基段食 這個的心路歷程的話 也可以留言 我就特意拍一條影片去說 第三樣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手機殼 它是超可愛的 這陣子很流行圓雅風 是不是 它這些花花也是比較可愛的風格 而且是立體的 所以放在桌面的時候 它是會跌高了一點的 剛才的手機殼是在淘寶買的 然後淘寶我最近都會拍影片 這個月一定會拍夏天生給大家看的 但是我也想分享一雙耳環 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一雙耳環 它是一個這樣勾形 然後款式也是由可愛到正經場合都可以用到的 我自己超喜歡這些金色耳環 還有小小的吊吊 譬如我現在耳朵這一對的燈泡耳環 我也覺得很可愛 但是我買錯了夾耳朵的款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有耳洞 但是買了夾耳環 但是我也會戴 因為實在太可愛 然後想分享的一件事 就是我最近在辦公室吃的早餐 如果大家有看之前餃子的影片 應該都知道我是吃燒賣 餃子做早餐為主的以前 但是吃著吃著我發現自己的臉越來越軟 可能因為我上班是10點 然後午餐是12點就已經可以出去吃飯 所以早餐和午餐 隔這麼短時間吃這麼多東西 我就越來越肥 我最近就在淘寶買一些五菊粉做早餐 我通常吃的口味就會是 黑糖薑母五菊粉 或者是黑芝麻五菊粉 這一包其實很簡單 只是倒了一些粉出來然後沖水喝就可以了 跟一般的沖澱物是沒有分別的 問心那句 就不會有很強勁的飽肚感 如果你說要把它代餐代做午餐或者晚上 我覺得除非你本身是很細食的人 如果不然就應該沒有可能 但是作為一個輕便的早餐 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而且非常方便 味道方面我覺得是不差的 它沖出來是會好像糊仔或者米漿 不是麥皮的一塊塊的 所以喝下去是比較滑口 不會吃到口一坨坨的感覺就沒有 而且我覺得味道也不錯的 不會太甜或者太濃的味道 完全沒有 到最後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就是一個APP 這個APP的名字就叫做Webtoon 就是一些網上的漫畫 是一些韓國 亦做中文還是台灣的漫畫 我都不太清楚 它登記啊 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 看漫畫也可以是免費的 例如我看一些連載的漫畫 它是未完的 可能每個星期才會出一集 但如果你想早點去看 或者看多未來三集的話 你可以給真金白人去買 一些公司去看 但我自己就沒有這樣做 它裡面的漫畫都是偏向少女風的 不是那些日系那種漫畫 很多都是說一些愛情 情情塔塔 中學生初戀那些東西 那我自己就不需要用腦去看 就覺得很開心 好啦 那我今天就先說到那麼多 6月最愛 沒錯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過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陣子在做的東西 或者在吃的東西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播放兩條新影片 凡是星期六的下午3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的小时代 非常我們一起去看 plic這一集 身體